近日在向时事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了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包括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目标 此外中国的移动支付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该种支付方式也为临时来华的外籍人士带来了一些不变之处 那么目前呢 中国央行也宣布了一些措施 为临时访华的外籍人使用了便捷支付提供方便 详细情况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尼语部的记者王兴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五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在向大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李强总理明确提到 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 预期增长目标为5%左右 与去年预期增长目标基本相同 主要的预期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粮食产量1.3万亿斤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左右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总的来说 今年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然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但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此外 中国的移动支付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国内的消费和支出 但该种支付方式也为临时访华的外籍人士带来了一些不便之处 为方便外籍来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 今日 中国央行宣布了三项举措 其中包括将外籍人士付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单笔交易限额 由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 年累计交易额由1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 其他两项分别是针对复华人员使用支付宝 微信绑定境外银行卡的过程中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绑卡的效率 简化身份的验证 更便捷地办理中国的移动支付业务 相信这对包括印尼在内的外籍复华人士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周二在北京登场 中国领导人正试图积极应对他们面临的诸多经济挑战 来看美国基因记者佳洛的报道 人大会议开幕时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 在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之际 这是一个展示信心的机会 总理李强宣布了大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 与去年的数字相同 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房地产危机和外国投资放缓的同时 看到了中国数十年来最为缓慢的经济增长 但在这场编排好的会议上 气氛是乐观的 中国政治精英们支持共产党的计划 几十年来 中国总理都会在会议结束时回答媒体的问题 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取消了 随着拱务权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国家安全 这让一些外国公司感到恐慌 林大伟说 尽管如此 如果中国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投资者仍然将感到鼓舞 中国还宣布将国防开支提高约7% 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目标 本周晚些时候 中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外交政策等问题 目前在天安门广场及首都各地都增加了安保措施 美国之音记者加入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请 Jump back to ön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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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